大家好,这是一个云端虚拟化的启蒙时代 每个人对于云端这个词都有自己的一套解读、诠释方式 我自己的看法,云端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 在确认身份的前提之下,无论我人在哪里、使用什么设备 都能取得属于我的资料档案与使用环境 而且不需要烦恼这些档案与设定存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Azure WVD User Profile的维护方式 如果你对于学习Azure相关技术有兴趣,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 自从微软作业系统进入视窗时代之后 微软在User Profile的维护上进行过许多努力 除了个人使用的Windows有USMT使用者状态迁移工具以外 在企业环境最早提供的功能是Roaming Profile,漫游设定档 Roaming Profile的作业方式是在ADDomain的User Account上面去设定一个共用资料夹路径 使用者每次开关机的时候都会去这个路径比对它与本机User Profile的差异 并将差异从伺服器下载回来,或是将差异传到伺服器存放 如果是只有5到10个人的小型环境中 每个使用者都使用单一一台电脑 那这个方式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使用者人数增加,或是一个人使用的电脑不止一台 就会开始产生开关机风暴,或是出现档案版本冲突的问题 所以在多数企业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后来,微软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Folder Redirection,资料夹重新导向 这个方案解决了Roaming Profile大部分的问题 包括开关机风暴,档案版本冲突,以及作业系统版本不一致等等问题 不过它不能储存注册机码,应用程式设定等等资料 所以使用者如果重灌作业系统的话 所有的相关设定都必须要重新来过 对于环境较为复杂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浪费时间的灾难 以上两个方案各有优缺点 如果能有一个方案兼顾他们的优点,屏除他们的缺点 那不是太完美了吗? 在微软的Remote Desktop Service架构中 就提供了User Profile Disk的方案 将User Profile中选定的项目 存放在一个VHDX虚拟词叠中 透过SMB 3.0通讯协定 将这个虚拟词叠挂接到使用者登录的Windows工作站上 并且是直接Mount到User Profile的路径 如此一来,不论是桌面、文件夹或是注册机码 都可以保存下来,而且不会有档案版本冲突的问题 到了WVD的环境,微软利用FS Logix Profile Container的方式 来继续提供User Profile Disk形式的解决方案 以上这些都是属于使用者经验虚拟化 UEV,User Experience Virtualization的方案 微软在非VDI的环境也有其他的UEV方案 那就不在这个影片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以后应该也不会专门做影片来讲解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WVD环境要使用的FS Logix该怎么设定吧 直接搜寻FS Logix就可以找到微软官方网站 这里有许多说明,包括它可以做些什么 需要具备哪些授权等等 这边我直接跳到Install FS Logix,然后下载 解压缩之后,首先看到的是Group Policy设定档跟语言档 这个我们待会儿要复制到Domain Controller 继续往里面看 FS Logix Apps Setups.ese是我们要安装在客户端的应用程式 你可以在制作Golden Image的时候先安装好 这样未来在部署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制作Golden Image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连结我会放在右上角 在继续后面的操作之前先说明一下 前面几个影片所使用的Azure账号 一个月免费订阅已经到齐了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使用那个账号来demo 接下来的教学我会用Dino9021.com这个Domain来示范 如果有任何设定重复或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都是很正常的 反正如果你自己做练习,环境也不会跟我的一模一样 所以只要看得懂就好了 这里我直接将群组原则的相关档案复制到Domain Controller ADMX档案要复制到C槽WindowsPolicyDefinitions ADML档案要复制到它底下的ENUS目录 接下来就可以到GPNC的界面中新增Glooper Policy了 我会建立两个GPU来处理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是Default Settings 第二个是根据不同的host pool 给予不同的设定参数 在Default的这个GPU中展开到Computer Configuration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S Logics Profile Containers 先设定Dynamic VHDX Allocation 就是让User Profile Disk采用动态扩充大小的形式 这样可以节省FireServer的储存空间 Delete Local Profile When FS Logics Profile Should Apply 如果要套用FS Logics的话 就要把本机的Profile删除 设定这个项目 可以指定使用者只使用FS Logics Profile Local Profile会被删除 这个设定要搭配其他几个设定比较好 展开Advance Keep Local Folder After User Logs Out 设定为Disable Prevent Login with Value 设定为Enable Prevent Login with Temporary Profile 设定为Enable 以上这四个设定是互相关联的 Windows对于User Profile的预设处理方式是 如果找不到就建立 如果无法建立就使用Temporary Profile 所以只要在无法建立任何形式的Profile时禁止使用者登入 就可以避免在异常情况下 因为使用了FS Logics以外的Profile 而导致遗失档案的风险了 接下来展开Container and Directory Naming Virtual Disk Type设定为Enable 选择VHDX 其他还有一些User Profile Disk命名规则的设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变更 我都采用预设值就好 最后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些例外名单 比如当我们用本机账号登入进行管理的时候 就不要使用FS Logics Profile 这样可以避免掉一些维护上的麻烦 我在AD中建立一个WVD Manager群组 再建立一个WVD Admin账号 加入WVD Manager群组 用来作为WVD环境的管理员 在GPU中 我利用Restricted Groups来设定FS Logics的例外清单 FS Logics有两个例外清单群组需要设定 一个是FS Logics Profile Exclude List 我将本机Administrators群组 以及Domain的WVD Manager群组 都加入这个例外清单 另外还有一个是FS Logics ODFC Exclude List 我也将相同的群组加入这个例外清单 完成后的GPU设定内容就是这样 接下来继续设定Host Pool要使用的参数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Host Pool 可以看一下先前的影片 连结我会放在右上角 在这个GPU中一样展开到Computer Configuration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S Logics Profile Containers Enable项目打勾 Size in Megabytes设定为10240 提供10G的空间给使用者 VHD Location设定一个File Server的路径 这个路径必须给予使用者Modify的权限 以上三个就是给Host Pool的全部设定了 GPU设定好了之后就要准备套用 在AD中建立WVD环境要使用的OU 并在里面增加一个Host PoolOU 我们将DefaultGPU指派到WVD这个OU上 再将Host PoolGPU指派到它下层的Host PoolOU 这样就完成了User Profile的全部设定 看到这里你应该还不太了解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它实际的运作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接下来我们有更重要的课题需要面对 我们到底该不该在Azure上面自己开一台VM作为File Server呢? 下个影片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Azure FileShare's ADDS Authentication 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